可以把電力資源能夠做一個最佳的配置 所以呢 智慧電網的普及 會是一個節能簡單一個重要的策略 是屬於可以長線布局的相關標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真鳳Talk Show 我是許真鳳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智慧電網 因為現在大家都提倡節能減碳 而且呢 台灣把智慧電網列入國家節能減碳的總體進化裡面 那智慧電網它有什麼效果 可以把電力資源能夠做一個最佳的配置 再來做最佳的運行 相對的還會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消耗 今天智慧電網 我們先從三個面向出發 第一個它就是智慧型電表的基礎建設 第二個規劃智慧電網 第三個它就是智慧電力的服務系統 智慧型的電表的建設 除了智慧電表之外呢 要搭配什麼 就是網路通訊 也就是現在的5G 因為現在的5G 基本上它的傳輸的速度已經夠快了 所以它可以配合得起來 再來的話 規劃智慧電網 我們都想到現在 太陽能不是只有排電在用 一般你像一些 不管是餘溫 還是一些沒有用的荒地 現在都開始種電 而不是種水果 種糧食 變成說 你這些小型的分散能源系統 要把它怎麼整合起來 必須靠智慧電網 再來的話 就是現在電動車的普及 電動車它本身 它的電池系統 其實它就是一個儲能設備嘛 除了在充電的當下 需要耗能 如果沒用的時候呢 這一顆這麼大的電池 等於說加入在整個分散能源系統裡面 可以也是可以運用 除了消耗之外呢 其實它也可以功能 像這種情況之下呢 它就必須使用智慧電網的 總和的能力來克服 再來的話 家庭的能源的管理系統 家裡電器的消耗 如果你可以利用智慧電網 來了解 這些電器有什麼項目 其實是無效的耗能 如果像這種無效的耗能 可以把它節省下來的話 其實以整個大的環境來看的話 極少成多 所以呢 它在這個節能減碳的部分 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角 所以呢 智慧電網的普及 會是一個節能減碳 一個重要的策略 一個比較高效率的 傳輸啦 電變系統 還有電能的靈活的配置 它都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搭配 再來的話 看到配電系統 跟那個溃線的自動化 近期大家都會常常發現 夏天一到 很像到處都在怎麼樣 停電 突然就哪裡就爆炸 哪裡就停電 這是一個什麼原因呢 它的供電系統 沒有辦法做一個平均的分配 比如說一個地方 太過局部的大量供電的話 會產生過熱 那過熱就會產生 電電系統的負載過高 就會產生一個 不論是跳電 還是爆炸 不管 就是會產生一些 不理想的情況 像這種情況 以現在來講 其實不可避免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情況 減低到最小 第一個就是隔離 假設局部地方發生故障 不要把範圍擴得太大 影響的範圍讓它盡量減少 再來的話 在最快速的情況之下 知道故障的原因 能夠做到最快速的故障排除 那就是靠智慧電表 智慧電網的一個能力 當一個大的範圍 你要組建一個智慧電網 這個智慧電表 怎麼辦 你不可能靠人力去做一個巡邏 隨時去檢測說 這邊的電力供應如何 或者是這邊的設備有什麼情況 不可能靠人力 那一定要靠怎麼樣 人工智慧 那就是無人機 要靠無人機來做一個自動的巡航 組一個自動巡航的系統 智慧無人機會利用鏡頭來了解 現在這個設備 它到底是不是正常運行的狀況 如果是的話 就是正常的巡航 如果不是的話 它即刻的反應到機組設備 就可以把系統會發生的故障情況 能夠提早避免掉 這是現在智慧電網整個發展的過程 所以以現在來講 智慧電網 目前還是在組建的過程當中 以智慧電網相關的個股 目前來看 是屬於可以長線布局的相關標的 那在這邊我會做一個分享 如果你認為我們的節目 對你投資有幫助的話 歡迎你訂閱分享 順便按個讚 謝謝大家 支持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自道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神仙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管投庫104 金管投庫新字第009號